佛教化一切众生 教什么呢 教布施 布施就是施 就是放下 能够一切都施净了 这个人就成佛了 虽然在施 还施得没干净 这个人是菩萨 完全不懂得施施是反复 学这个字范围非常非常之广 可以说是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 就说了个不识 终于细细去体会这个意思 内 要把烦恼写尽 贪嗔痴慢 仪悟尽 这是理念的 你能把这些东西死掉了 你就超越轮回了 那么由此可止 轮回怎么来的 轮回是贪嗔痴慢 仪悟尽造成的 不是别人造的 是自己造的 外面 这是五语六成 财神明实水 色神香味出发 要通通实际 那么佛教我们是 依据什么道理 道理 佛讲得很明白 很清楚 一代实教 四十九年 五识无处 我说 特别是般若经 佛教宗 万法无所有 三心不可得了 这是把四十真相 全部说出来了 外面所有的现象 五语六成 无所有 经上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你怎么可以要得到它 你需求想得到它 错了 这一念起来 六道就先前了 你一搞六道轮回来 不知道一切法 患有 它不是真有 假的 三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能得的心 没有 福得到的一切法 也没有 佛教你 怎样过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生活 就是万悦方向 身心世界都为不可得 这是佛的境界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正常人的境界 你内有一个特别念头 外面的有一切所有 你是全意了 那么布施 因行布施 事可前人意 这个意思就深了 怎么样才事可前人意 行布施 令别人揪了 这才是事可人意 不是他想财 他财就得到了 那就满意了 那是满贪臭吃的也 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 这才是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6 5